承恶扬善的孙悟空,竟然也会瞒不讲理,乱杀无辜,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 车石我,豆花除三怪这一回,大家都比较熟悉,这里的和尚过着最卑微的生活,沦为了道士们的奴隶,师徒四人一路走来,从没见过当个和尚,竟然能混成这种采样。 于是孙悟空变成了老道模样,拦住两个小道士,寻闷详情,在整个交流过程中,面对孙悟空这个游方道士,他们并没有表现得高高在上,丝毫没有任何架子。 他们首先强调,是因为二十年前,车石国九汉无语,国王忧心忡忡,就赶紧让和尚们求语,可不管和尚怎样念心拜佛,却是低语位下,后来是三位大仙来到此地,施法降语,才化解了这场天灾。 常年享受优厚待遇的和尚们,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,竟然毫无作用,身为一国之君,怎能不生气,所以才将他们贬为奴隶,以示成戒。 他们把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说的是清清楚楚,何情何理,可孙悟空根本就没听进去,而是提出自己有个叔叔是和尚,问道士能不能行方便,让他去和尚堆中找一找。 道士很爽快地答应了,并且还表示,如果真的找到,看在同为盗门中人的份上,愿意出手相助,放你叔叔回去。 可是孙悟空到和尚那里转了一圈之后,告诉道士,五百个和尚都是他的亲戚。 两个道士竟然没有恼怒,而是询问原因。 孙悟空说,这明摆着就是无理取闹,可这二位道士却表示,放走和尚需要国王批准,弄走一两个还好操作,五百个全都放走,实在是办不到。 听到这里,孙悟空也不分青红倒白,一棍子下去,将这两位热心肠的道士,打得脑将蹦裂,当场死掉。 虽然能想象到,这两人之前对和尚们也是妖无喝溜,但从他们与孙悟空对话的表现来看,也并非是不可饶恕的极恶之人。 最后竟然落到这么个下场,可见孙猴子这次确实是下手太重,难免让人觉得他有些滥杀无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